佛菩萨中最有名的是谁? 对,观音菩萨 中国人哪怕是不信佛的,想必也都听说过 因为观音菩萨的名字早已渗入到中国人生活里面了 比如铁观音、观音山、观音饼、观音路 那么你对观音菩萨到底了解多少呢? 让我来考考你吧 第一题,观音的含义 观音菩萨,前称观世音菩萨 菩萨曾经发愿,当众生遇到苦难的时候 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他就会及时观其音声,前去救度 所以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遇到任何危难 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都会赶来 这就是菩萨的寻生救苦 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长坐、度人舟 也就是观世音这一名号的来历 不少人纠结于观音菩萨是男是女 让我来告诉你吧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 唐朝时,观音像逐渐由男像变为女像 到宋末元初,基本定型为女像 因为观音菩萨所表现出来的温柔怜悯、深切同情、自我牺牲的精神更贴近母性之爱 虽然佛经中说观音菩萨本是大丈夫像 但菩萨本身并无所谓的男女之别 事实上,为了救度众生 观音菩萨可以随缘化现成男子或女子的样子 这就不得不说说菩萨救度众生的方法了 第二题,观音菩萨怎样救度众生 观音菩萨被尊称为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除了在危难中救度众生,视线奇迹外 很多人都听说过 观音菩萨帮人实现心愿的真实感应故事 比如,求平安,求生学,求生迁,求姻缘,求子嗣 由于众生苦难太多,心愿太多 观音菩萨于是化现出,牵手牵眼 分身无数,由于众生根基不同,缘分不同 触境不同 观音菩萨会化现为各种人形,动物甚至物品 方便救度众生 也就是众生应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而未说法 第三题,观音菩萨住在哪里 印度的普达洛加山,中国的普陀山和布达拉宫 都是观音菩萨的道场 但作为西方三圣之一 观音菩萨的家其实并不在地球上 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只因我们缩坡众生有太多的苦难 观音菩萨才会常常来此客居 第四题,观音菩萨的师父是谁 什么?观音菩萨还有师父? 对呀,那就是佛中之王阿弥陀佛 也就是西方三圣中的主尊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大力 他的师父当然更厉害了 菩萨时时刻刻把一尊阿弥陀佛像顶带在头上 仪表养静 不仅如此 观音菩萨跟师父阿弥陀佛一样 一些要将十方众生救出轮回 所以,观音菩萨千方百计救度众生 最根本的愿望是接引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 正如善导大师说的 救苦分身平等化 化得即送弥陀国 怎么送过去呢? 很简单 就是称念观音菩萨的师父的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说了 众生只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会寻生而来 观音菩萨等二之五位菩萨 也会一同前来保护念佛人 释迦牟尼佛还说了 要是有一个人念佛 千万不能小看他 观世音菩萨可是他的好朋友呢 所以,如果你想随时随地得到观音菩萨的保护 想跟观音菩萨做朋友 只要念佛就可以了 南无阿弥陀佛